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改性料和咱们常规的普通的AC料施工有差异的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它首先写的这个相当于引言一样 以下主要介绍改性粒清红合料和改性粒清马蹄纸SMA 通称改性料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改性料以及SMA 把它施工的要求可以认为是一样的 包括生产运输 这个比前面写的就更多一些对吧 生产运输 摊铺 碾压 接缝 开放交通等内容 前面其实要求大家掌握的这个地方就不再重复了 那么我们来看第一部分 生产和运输部分 首先是一个生产的温度的要求 在生产的温度呢 前面AC料里面啊 也就是普通的热板粒清红合料里面 其实也有要求 书上没写啊 没写的话就不用掌握 我们来看改性料的要求 改性粒清红合料的正常生产温度根据什么 改性粒清的品种 黏度 气候条件 还有铺装层的厚度确定 注意跟前面要有区别 别记混了啊 普通料是普通料的规定 改性料是改性料的规定 别记混了 随后呢 我还会给大家列一个表格 加完改性剂之后呢 这个料比较稠啊 也就比较粘啊 所以它的生产温度呢 应该更高一些 咱们书上也写了 通常叫什么 普通混合料生产温度提高10到20度 后面就是说什么呢 给了一个表格 改性料的生产温度范围啊 写了一大堆啊 其中我摘录两个 要求大家知道 前面呢 就不要求大家掌握了 混合料的最高温度 不超过195度 也就是说呢 你这个生产温度不能太高啊 虽然我们要求热瓣热铺 你说非常非常高的温度 那它不是量的慢一点 不是好干活吗 那也不能太高 太高的话 这个沥青的会焦化 就是说这个炒糊了 就这个意思 像做菜上炒糊了 这不能用了 最高不能超过195度 还有这个储存的温度 半合出料后温度降低 不超过10度 其中这个195度 在很早的年份烤过试啊 而后面呢还没烤过试 要求大家知道 再往后面 大部分写的都是半合站的东西 写的也比较琐碎啊 我挑一些啊 大家一块看看就行了 第二条 改性离青红合料采用什么 间歇式半合式 都是间歇式的 还有说什么 除尘好 这个那个的 直接看第四条 第四条其实有的 写的有问题 半合机设备 应有保温性能好的成品 储料仓啊 就是这个地方 半完之后 它储存在这个储料仓里面 然后这个车过来之后 下面这个相当于 发门哗一开 这个料呢 落下来 然后车拉走 这个呢 其实跟咱们这个什么 比如说水稳啊 混凝土半合站 有点类似啊 还不太一样 后面储存过程中 混合料温降不大于10度 这个前面 其实表格里面有写啊 再往后面 它写的欲不对啊 这么多年也不改 就是说具有利清低漏工 这不对 具有防止利清低漏工 就是说这个料仓不能漏 你一漏呢 利清都漏下来了 漏出来了 那料就离析了 对吧 后面啊 储存的时间啊 改性料的储存时间 不易超过24小时 那么AC料是不是也有啊 有 书上没写就是 不要去大家掌握 就还是温度控制的意思啊 改性利清SMA混合料 只限当天使用 当天办 当天用 OGFC OGFC呢 它是表面层 对吧 OGFC 一般情况下都是改性料 不用这个普通的 普通的这个利清啊 都是改性利清 OGFC呢 要求什么 随办随用 这个 要求大家知道 后面的就不建议大家掌握了啊 包括写的什么 第五条第六条运输部分 我们直接来看施工部分啊 摊铺的第一句话 说得很清楚啊 改性料的摊铺 除了满足普通料的要求外 还应做到啊 就是说 后面这部分呢 写的其实都是差别 改性料单独的要求 第一条 摊铺在喷洒油 粘层油的路面上 铺住改性料时 易用履带式摊铺机 我问你一个问题 它为什么不写这个 透层油 它怎么写 有粘层油的路面上 铺设改性料 就是一般情况下 咱们这个改性料 它其实是表面层 或者上面层 我们的中下面层呢 就可以用比较便宜的AC料 所以它既然是这个上面层的话 那下面是不是就做粘层了 对吧 因为它下面还有 还有面层 所以他说啊 有粘层油的 用铺带式摊铺机 铺带式摊铺机 轮胎式的会沾轮 后面改性厘清SMA 施工温度经实验确定 一般情况下 摊铺温度不低于160 这个要知道 注意跟前面AC料的区别 由于这种料比较稠 所以呢 它摊铺的速度要更慢一些 摊铺速度放慢至1分钟多少 1到3米 前面AC料是不是2到6米 松铺系数就不说了 肯定是实验 对吧 第三条呢 跟前面是重复的 也不啰嗦了 直接来看后面 压式成型部分 摊铺有摊铺的要求 对吧 那么粘压 肯定有粘压温度的要求 初压开始的温度 不低于150 也就是说 铺完 然后这个压入机就要跟上 对吧 压的时候不低150 压完 粘压中了的表面温度 不低于90到120 这个都要知道 那么为了保证温度 所以就要求这个压入机呢 就跟着摊铺机 对吧 前面铺完就赶紧跟着压 所以他后面写了 摊铺后应紧跟碾压 保持较短的出压区段 一般情况下也是不超过80米就可以了 目的是混合料的碾压温度不至降得过低 看看就行了 而第三条说了一个 一采用震动压路机或钢筒式压路机粘压 这句话准确的说是负压 你这个出压呀 出压肯定是净压 对不对 负压的话呢 可以用震动压路机 或钢筒式压路机 东西比较大一些的 不应采用轮胎压 轮胎压呢 一方面容易沾轮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说这个 由于这种柔挤的作用呢 它容易泛油构造深度降低 后面我会给大家介绍 SMA呢又写了一遍 OGFC混合料 采用12吨以上的钢筒式压路机粘压 这个准确的说也是负压 就是说OGFC呢 它是细粒 对吧 那么 不开振动啊 你振动的话呢 有可能把这个料石头给震碎了 所以OGFC是12吨以上的 它写钢筒式压路机 其实就是净压的意思 当然了 我们按教材掌握总没错 对不对 它考试的话 我们把这个写上总是没错的 它肯定给分数 还有后面 振动压实 就是负压 应遵循紧跟 防止温度降低 慢压 高频低幅的原则 频率要高 保证我们的压实度 振幅要低 因为我们的改性料是上面层 上面层都比较薄 对吧 并且一般都是细粒 所以振幅要低 紧跟慢压高频低幅的原则 原则性的问题呢 也都是咱们比较喜欢考试的 后面解释的很清楚 即紧跟在探扑机后面 采取高频率低振幅的方式 慢速碾压 这算是把这个原则又解释了一遍 翻译翻译 对不对 目的 保证平整度和密实度的关键 后面又写了 粘压速度就算了 如发现改性厘清SMA混合料 有什么推拥啊 或者推移啊 复查集配 知道结论啊 SMA明确的指出 不得采用轮胎压 因为我们前面说 轮胎接触面积比较大 它有这种柔挤的作用 对吧 那么SMA呢 我们前面说过 它是间断集配 粒轻的用量比较大 并且往往也是改性粒轻啊 粒轻的用量比较大 你这种揉挤的作用呢 就容易泛油 就是说把这个粒轻呢 都揉到上面了 石头在下面 就会造成一种情况 就是说 我们理想中呢 做完之后应该是这个 我们的骨料 露出粒轻面一部分 这个叫个构造深度 就增加路面的摩擦力 保证行车安全 你把这个粒轻都揉到上面之后 这个构造深度降低 对吧 或者说 甚至就 骨料就漏不出来了 上面都是粒轻 那么 叫泛油 对吧 就不能保证行车的安全 所以SMA不用轮胎压 只能用什么 钢轮压路机 一般情况呀 比如说出压的话 是净压啊 负压的话 开震动 以防止混合料 被什么 搓擦 挤压 上浮 就是泛油 造成什么 构造深度降低 或泛油 结论要知道 引用轮胎压的后果 是什么 还有后面啊 碾压改性SMA混合料过程中 密切注意压实度变化 防止过度碾压 就是说 压的太多了 其实也没人怎么干 你压那么多遍 还得花钱呢 对不对 压太多了 就容易什么 还是那个意思 构造深度降低 泛油 第三部分 书上还写了一个接缝啊 接缝这个 怎么说呢 跟前面的其实一样啊 前面我已经讲过了 也就是说 纵缝呢 尽量是采用热接缝 全浮施工 而这个横缝 冷缝的话呢 它有一点点不一样 我们来看第一条 改性离净黄料路面冷却后 很坚硬 冷接缝处理困难 因此怎么样 前面说了要全浮施工 尽量避免出现冷接缝 还有第二条 摊铺时保证充分的运料车 满足摊铺的需要 是纵向接缝成为热接缝 摊铺特别宽的路面 什么叫特别宽啊 也没说啊 不知道 他又说 可在编布设挡板 不知道在写的啥 这个写的比较放飞自我 后面啊 要知道 处理横接缝 横缝呢 都是冷缝 对吧 我们没有说横缝 还留个热缝 没这么干的 注意一个词叫当天啊 就是改性料啊 变凉之后很硬啊 我们发现这个地方 厚度不足 平整都不行 我们要切的话 你要第二天去切 可能切不动啊 非常的费劲啊 所以咱们书上要求 当天施工完成后 对吧 冷却前 干啥 准确的说是 用直尺检查 平整度和厚度 然后呢 切割 切割什么 平整度及厚度 不符合要求部分啊 当天冷却前 切割 平整度厚度 不符合要求部分 然后呢 冲洗干燥 第二天来了之后 老规矩 刷粘层油 铺新料 先横向 后纵向碾压 咱们书上也写了 其他接缝做法 执行 普通 立青混合料 露面 施工要求 改性料呢 我就说这么多啊 接着我们把书翻到后面 咱们这个立青路呢 还有一些啊 20版教材 351 1K4 20092 就是这个质量验收部分啊 这个其实也属于技术要求啊 就一点点的东西啊 有几个要点要求 大家掌握 就够了啊 主要是掌握 这就是市政行业标准啊 市政行业标准 第一段 他说这个 外观质量 又写了一大堆啊 我觉得不看也行 写的还不规矩啊 其中第二行说 用10吨以上压漏几碾压后 不得有明显的轮迹 前面说这个 行业标准 什么什么规范是吧 他 他说这个意思 这句话是规范里面的 实际上人家规范里面 没写这句话 这句话是咱们写出的 自己写的 这个 所以考的可能性就比较小 对吧 就像那个前段时间 孩子 曹阳 考语文 然后呢 那些古诗啊 前面有两句 后面两个空 让他填 他这个忘了 然后在考场上 自己献写了两句诗啊 就交上去 我觉得这句 这句话的行为 跟这个曹阳一样 人家规范里也没这么说 后面呢 什么这个那个的 看一下最后一句 面层有路原石 其他构筑要接顺 不得有积水 这怎么考试呢 我觉得没法考试啊 就不浪费时间了 第二条写的 我实在是不能接受 他把主控项目 一般项目 全写一块了 这是没有办法忍受 这件事情 所以我把第二条删了 把它稍微改了一下 希望大家能够知道这个 你要是用教材复习的话 把这个写书上 沥青混合料面层 质量延续的主控项目 这个要知道啊 这个要知道 虽然考过试 我觉得还有可能再考 原材料 压实度 厚度 和弯尘值 注意点啊 除了原材料 压实度 弯尘值之外 面层的主控项目 还有一个就是厚度 对吧 基层的话呢 是压实度和七天无侧线抗压强度 陆基的话呢 是压实度和弯尘值 注意区别 别弄混了啊 别弄混了 面层的话是有四个 那么一般项目 纵断高层 中线的偏位 还有平整度 宽度 横坡 景况路面高差 还有抗滑 抗滑其实就是 构造深度 同时呢 还是要强调一点啊 以前在这考过两次选择题啊 安逆我就不说了 考过两次选择题 其中从初题来说 考察的点呢 就是这个 什么意思呢 压实度是主控项目 平整度是一般项目 这个要很清楚啊 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如果我们 比如说把它压得虚一点 或者说压的变数少一点 我们容易把它压平 对吧 但是这个时候呢 密实程度达不到要求 就像我们前面看那个案例一样 时间长了 有可能比如说 泛油啊 等等这些出现这些质量的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压得很密实 那么不可避免的 就会在有些地方呢 稍稍的高一些 有些地方呢 稍稍的低一些 对吧 所以我们现在的规范呢 要求压实度是主控项目 必须全部合格 在保证压实度的基础上 平整度呢 允许有一定的偏差 也就是说呢 平整度作为了一般项目 这么要求呢 是科学的 这个道理大家要明白啊 要明白 我觉得以后还有可能会这么考试啊 虽然说这个东西呢 有两年没这么考过了 但是大家还是要很清楚啊 后面压实度的具体要求啊 第一个 压实度多少啊 快速路主干路不小于96%啊 关于压实度的定义呢 我们在前面给大家介绍过 对吧 还有次干路级以下的不小于95% 再往后面呢 有一些在19年刚刚考过啊 19年考过 我个人认为 21年呢 不会再从这个角度来考试了 但是其他的还是要求大家知道 比如说啊 压实度检查的频率是1000平一个点 对吧 这个1000平不用太准确啊 那么检查的方法 检查实验记录 这我记得应该是19年考的 就是马歇尔基石试剑的密度 还有实验室标准密度 它其实是什么呢 咱们说过压实度是 比如说啊 咱们的基层 或路基啊 实测干密度比上什么 最大干密度是吧 它这个马歇尔基石试剑的密度呢 其实是从现场取的 钻心啊 钻心然后测它的密度 就无所谓干湿 它肯定是干的 因为里面没水 对不对 这个实验室标准密度呢 相当于是最大密度 现场的这个密度 比上这个最大密度 这个最大密度 我没记错的话 它是从半核栈里面取料 拉到拉回实验室啊 弄点料啊 弄点实验室去做实验 然后呢 它这两个数一比 是不是就是压实度啊 听听就可以了啊 19年刚口过 而面层的厚度 一样的 呃 允许偏差是 负五到什么 一分 正一分 你可以稍微厚一点 越厚越花钱 检查数量也是1000平一个点 这个说怎么怎么检查啊 一般就是 钻孔 它说是 爆挖 它说是后面这个什么 挖或者刨是吧 这些基本上弄不动 然后用钻孔 然后取芯 或者取样 尺子量一下 基本上就可以了 啊 用钢尺量 还有弯辰值啊 弯辰值是用弯辰仪检测 其中啊 这个要知道 那年呢 考的是这个玩意儿啊 还有 怎么怎么测 那么弯辰值 每车道 它的这个车道指的 就是咱们开车的时候 画那个分道线的一个一个车道 每车道 每20米测一个点 如果我们考察 它19年考过的东西的话 这个其实跟 19年考的也是 同等重要的 没考过试啊 要是大家知道 蛮常识的 每车道 每20米测一个点 这是弯辰值检查频率的要求 这说后面还给了一个国标啊 这个国标的名字呢 还写了一个96啊 96年的国标 那到现在都 要是个孩子的话 就20多岁了 快结婚了 一直放那 也不改 就算了 别看了 我觉得不会考试啊 那么讲完这小节之后啊 我把这个什么 面层施工做了一个表格啊 我们一块浏览 也就是说呢 主要注意这个差别啊 对于普通的料 AC料来说啊 它的生产温度 咱们数量没写啊 不是没有要求 而是数量没写啊 那么改性料是什么 沥青的品种 粘度 气候 还有铺装层的厚度 来确定什么 改性料的生产温度 在运输的过程中 同样都要什么 覆盖 保温 防污染 那么也都一样的 原材料供用速度 要略大于什么 生产的速度 所以 等候的运料车在五辆以上 还有运料车在摊铺之前 10到30分 空档等候 这对于 AC料和改性料都一样 对吧 那么 摊铺的速度 AC料呢 是什么 2到6米 改性料是一半 再后面 抽压 都是一样的 钢轮压路机 净压 抽压都是净压 还有驱动轮面向摊铺机 外侧向中心 超高路段 坡度上由低处 向高处 那么关于抽压的温度 沥青和沥青混合料的种类 压路机 气温 这是AC料抽压温度的几个条件 对吧 注意跟前面这个改性料 这个生产 随后在这会出个选择题 我就直接跟你说 在咱们钉钉 这个留的作业里面 我会把这个混一块 让你挑一挑 这个表述 其实是有差别的 要搞清楚 哪个是哪个 那么改性料呢 除压干脆就是150 摊铺温度是160 对吧 压完呢 是90到120 负压 AC料是最好采用轮胎压 不小于25吨 或者也可以采用什么 三轮 也可以采用振动压路机 都可以 而改性料的话呢 不采用什么轮胎压 并且还强调了 紧跟慢压 高频低幅 中压都一样 净压 钢轮压路机 净压 或者叫个双轮钢筒式压路机 对吧 同样的 可以什么 防止粘轮啊 尤其是改性料 可以刷隔离剂 防粘剂 不能刷柴油 对吧 还可以什么 喷什么物状的 有活性机的物状水 都一样啊 接缝部分啊 纵缝 拆挡板 刷粘层油 跨缝摊铺 软化下层后 缠走等等 这是AC料 改性料的尽量不留啊 尽量是什么 全服施工 横缝 厚度 平整度检查 切割 好除物 对吧 改性料 这些工作要在什么 当天冷却前完成 然后清理 刷粘层油 铺料先横向 后纵向 都一样 关于成品保护 不能够转向掉头 加水停留 不能什么 当天压完的 不能够停放车辆 等等这些啊 浏览一下就可以了 主要知道差别啊 你看着这个表格 你能够知道 这是AC料的 这是改性料的 这就可以了 我主要是担心 我怕大家 给弄混了 给弄混了 后面开放交通部分 也是50度 主控项目都一样 一般项目都一样 这里就不再说了 那么讲完这个之后啊 讲完这个之后呢 我们干脆把后面啊 还有一点点 一小节的内容 就是压实度的检测方法 与评定标准 这个呢 对于大家的要求不高 这么一点点的内容呢 把他这个介绍了 我觉得就可以了 好 我们来看这一节第一部分啊 压实度的测定 首先是陆基基层啊 写了三种啊 注意啊 陆基和基层可以是环刀 灌砂 灌水 我们来看第一种 环刀法啊 环刀法就是这个玩意啊 他把这个环刀呢 把它敲到这个 陆基或基层里面啊 我个人认为基层更多一些啊 因为这个 基层有的时候挖的时候 比较费劲啊 敲下去之后呢 再把它挖出来 挖出来之后呢 环刀上下面 也把它切平了 那么这个环刀里面 这个体积是知道的 是已知的 对吧 然后呢 我们也是一样的 去测它的干密度 就可以了 按照咱们书上说的 环刀法适用于细粒土 细粒土就是土 一般是陆基 以及无基结合料 稳定细粒土 一般情况下是灰土 他说测密度和压实度 其实就是测压实度啊 第二种灌纱法 灌纱法我们前面说过 对吧 咱们书上写的 在所测 层位挖坑啊 就是挖洞 利用灌纱测定体积 计算密度啊 适用于什么 土质入基压实度检测 基层如果挖的洞的话 其实也行 比如灰土基层 不易用于什么 填石陆地等大孔隙材料的压实检测 因为 填石陆地呢 孔隙比较多 这样测不准确啊 还有后面 后面还说了一个 在路面工程中 也适用于 适用于基层 沙石路面 你能挖的洞呢 对吧 利清路面的表面处置 及灌入式路面 就表面处置 灌入式路面呢 我们前面说过比较薄啊 还是前提你能挖的洞 前面这个环刀没说这个是吧 是环刀没说这个 因为这个环刀的话呢 我个人的看法是 它这个厚度啊 厚度比较厚啊 而我们如果是表面处置的话 它这个厚度比较薄啊 这个就没法弄啊 不太好 你就是说用这种比较薄的这个环刀 你两边还有切 就不好切啊 对吧 所以它没写啊 只是灌沙和灌水说了 可以是表面处置 或者是灌入式路面 还有灌水法 灌水法呢 无非就是塑料袋 那个塑料袋 它不灌沙子了 我个人认为灌水法 没有这个 灌沙法准确 弄了塑料袋 然后往里面倒水啊 水的密度我们知道 对吧 你看倒进多少水 然后就知道水的重量 在所测层面挖坑啊 利用塑料袋啊 测定体积计算密度 后面写啊 也可适用于什么 表面处置灌入式路面 压舌度的检测 还是那就是挖的洞 总而言之吧 要求大家知道 最基本的路基和基层 是环刀灌沙灌水 能够切的洞 能够挖的洞 对吧 那面层这么硬 挖不动怎么办 钻西日 用设备 钻西日 钻完之后 这个厚度 是不是我们就可以 把它测出来 直接量出来就完了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可以去测它的密度 钻西日法 19年考试呢 我并不认为这个 应该写这个 应该写前面那个 因为什么 他还写了这个 比如说这个 弯成值的怎么检测 应该是属于那部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钻西日法 只是一个名字 你钻完西日之后 干什么 钻完西日之后 还得去测密度 不是说你钻完西日之后 压实度就出来了 对吧 你还得继续 继续往后 另外一种 就是核子密度仪 这个照片就 就是一种仪器 仪器 核子密度仪呢 没有钻西日法准确 没有钻西日法准确 但是它有个好处 就是说你看这个钻西日法 它是在做好的路上 钻的一个一个眼啊 随后你这个眼还得补上 对吧 这对成品保护 这个角度来说是不对的 核子密度仪就没有这个问题 当然它不太准确 要知道什么呢 路面是钻西日法 核子密度仪 考试的时候 他比较喜欢就是说呢 什么 哪个是路基基层的 哪个是什么 面层的 或者路面的 厘清路面的 把它混在一块 让您挑 能够挑出来就可以了 至于说后面的 压实度质量标准啊 书上给了一个表格啊 我只是把它列在这 其实我不建议大家去看 别看在19年二建 考过这个 还专门考的案例 我一看它写的案例 基本上就是按照 公路的那个套路来出题的 都基本上不是咱们市政的范围啊 写的路基压实度标准 这个其实规范里面也有啊 但是城市里面呢 我说过 对这个要求就低一些啊 那年还真考个田方啊 田方 两边路低 城市里面这种路太少了 太少了 咱们基本上的挖方多啊 有时间的话 看一眼挖方 0到30公分的话是95% 这个在咱们城市里面 你这个土质符合要求之后呢 路基用压路基去压一压 其实就可以测的压实度就可以了 一般情况下都是这么干的 田方的话 那我来看后面田方的话 这部分呢 其实叫路床 这部分其实叫上路低 这部分叫下路低啊 都是公路里面的 所以这个表格 我不建议大家去掌握啊 我不建议大家掌握 表格后面有一个柱 这在很早很早以前 刚开始建造师考试的时候 建工社还出了一本CT集是吧 那个CT集里面曾经 出现过一个案例 后来都把它删了 那个CT集不建议大家看 质量很差 咱俩 建工社人家也没得罪我 我这个人 哎呀 就这个毛病啊 喜欢说实话 它表中数字为重机实验的标准压实度 那么有没有轻机实验 也有啊 现在都不用了 那很早以前 咱们有些地方还没有重型压路机啊 你只能是轻型压路机 它没这设备啊 当然现在就没这回事了 都是重型压路机 所以它说是重机压实标准的压实度 啊就轻机呢 已经淘汰掉了 而后面厘清路面 它的压实度的标准 我们在前面啊 前面上面一小节 已经要求大家掌握了 所以这个表格呢 就不建议大家看了 第三部分 压实质量的评定 路机 路面压实度均为主控项目 必须达到百分百合格啊 比如说我们前面说快速路主干路啊 路面是百分九十六是吧 百分百合格 也就是说呢 我按一千平取一个点啊 比如说我取了二十个点 这二十个点 所有的都得是百分之九十六级以上 这叫百分百合格 并不是说我们的压实度 就要达到这个百分百 这要搞清楚啊 达不到要求就麻烦了 就有可能采取措施加强年 有可能就要反攻了 就比较麻烦了 好讲到这儿啊 除了咱们道路大修部分之外 咱们整个的历青路面呢 就全部讲完了啊 在这节的后面 我专门的配了一个案例啊 19年的案例 除了第一问之外 其他的我全部的保留 供大家练习啊 咱们有的同学学了一段之后呢 好像总觉得不过瘾啊 总是想事事蹦蹦的做案例啊 正好这个案例呢 基本上会 呃 体现出我们前面 不管是路基也好啊 基层也好啊 还是面层也好的一些这个 最基本的知识 作为一个考察啊 大家可以做以很好的练习 找不到题目在哪的 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啊 欢迎添加微信 1852291167 或扫描第一个二维码 同时呢 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 多了一个A 是吧 好了 这次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加油 加油 感谢观看